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这个当下你最需要去连接的你的一个前世 他想要对你说的话或者是想要告诉你的一些事情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很多个前世 那现在的就现在这个moment 现在这个时空底下 你最需要去听到的一些你的其中一任前世 或者如果说有两组牌你都有感觉的话 那你可以去选择两组牌或者是三组牌 那可能分别对应到你不同的前世 想要跟你说的一些不同的消息 对 那在视频开始之前还是一样 我的新的课程 能量课程 唤醒你的潜力 还有塔罗课程全都已经上线了 那能量课程是在二月底 二月中下旬的时候会有开课 那那个是直播课程 是小班授课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私信跟我联络 对 那另外的话个案的部分 优惠的价格马上就要结束了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赶紧的跟我联络 你可以现在先提前购买 然后之后再来跟我约时间也OK 那有效期是截止到二月十五号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这个 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跟我联系 对 那好 那还是一样 这边有三组牌 分别是一 二 三 用你的第一直觉去选择一组牌 或者是多组牌 对 无论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相信你的直觉力 对 那选好的朋友可以下拉到下面的评论区 那边有时间节点 没有选好的朋友可以在这边暂停 OK 我们先来看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看一看在你们的前世 有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想要告诉你们 OK Night of Wands The Emperor Page of Wands Queen of Cups Five of Cups Three of Swords OK 首先我第一个得到的信息是 你可能在今生跟你有关联的一些部分是 你能够感觉到的是 肯定是跟情绪有关 那跟情感有关系 我会看到很多前世的部分是你跟某一个人 在前世的时候你们有 在你们之间有过一些约定 有过一些誓言 是要再续前缘也好 或者是在那一世那一世是不愿意去分开的 可是我会看到在前世的那一个 那一世的人生当中 你还是被迫跟对方分开了 那这个分开的原因 我看到很多战争的画面 很多不得不分开的状况 可能是家里反对你们在一起 所以硬把你们拆散了 我看到很多的就是拉扯的部分 那我也看到你们有很多的情感上面的一些联系 那你会在今生重新碰到这个人 对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对又有一些能量进来 对来证明我收到的信息是 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些东西是对的 是正确的 那你在今生会碰到这个人 会碰到这个人 对会有很多的 你们会再续前缘 你会去认出这个人来 但是今生你们还是会分开 这个是我另外得到的讯息 你们会很 很智就是当你们碰到一起的时候 那个感觉是很炙热的 是一触即发的 你就会知道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他跟你前世是有过渊源的 他跟你前世是有过约定的 所以你会知道就是这个人 他会给你带来一种 就是当你们刚刚碰到的时候 你们会觉得没有办法分开 就是就像吸铁石 就是会粘在一起 对这个里面的那个相互之间的一些约定 你们之间的那个约定非常非常的强烈 我想要告诉你的是 我感到一股非常强烈的能量 在你们的那个中间 就是有一股很粗的那个 隐形的绳索一样的东西 把你们交织在一起 那我会其实这个部分 从前世带到今生 有可能他还会再继续延续下去 那我为什么会说 在今生 你们还是没有办法继续 就是完成 就是一辈子在一起的这个承诺 这个誓言 其实我会看到有一种 还是有一种像轮回一样的部分 在那个地方 有一种业力的部分 有一种 让我感觉到 真的就是 痛心的部分 心碎的部分 稍等我一下 有一个排掉地上 对 King of Swords 我看一看你们今生 你们有没有 是不是已经遇见了 还是还没有遇见 然后我等一下会告诉你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有什么方法 可以去化解这个业力的 就是化解掉这段感情 对 你们是Soulmate 你们是Soulmate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这个人 这个人 你们在今生也会遇见 那在今生遇见 为什么会分开 可能是因为有了第三者的插足 这个是我另外看见的一个部分 那在前世不是不是这个故事 只是今生 有可能是因为别人的介入 也有可能是 总之是你们之间 被伤害到了 可能是你伤害对方 那也可能是对方伤害你 都有可能 那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占卜 所以我没有办法 很明确的告诉你说 具体是你们之间出了一些 什么样的情况 那 对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有很多 是跟情感有关系的一些功课 是需要你去面对的 那 或者你说 如果说 这些部分都没有跟你很对道 那因为大众占卜 所以我另外接收到的一些信息是 你今生会面临一些 人际关系的功课 总之是人与人之间的功课 你会很渴望得到爱 那这个爱有可能是 两性关系的爱 有可能是得到同伴的爱 父母的爱 都是有可能 并不一定只是男女之间的爱 你会很渴望得到爱 可是你会很害怕去爱 因为 这个部分的记忆 它深深的烙印在了你的 那个伤口上面 所以 当你去爱的时候 当你去接收别人对你的爱的时候 可能这个部分的创伤 那个记忆 它就被唤醒了 所以你会感觉到很痛 很难过 对这个是 情感的部分 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部分太强烈了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如果说你愿意的话 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里面会有很多的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会一直在这个里面绕圈圈 它有点像一个 我们玩过的那个护拉圈 有没有 它就是一个圆 一个完整的圆 你就一直在那个里面 转圈圈 就绕不出来 就是跟这个相关的一些话题 一些议题 你就一直想要跳脱出来 可是它一直都反复到 那个圈圈里面去 对那我们看一看我们 这一辈子 我们主要是要活在当下 所以我们看看这一辈子 我们有什么办法 可以去帮助我们去 完成之前还没有完成的功课 去把它做一个结束 做一个清理 那如果你有学过能量疗愈 就是我的课程的话 你应该就是在课堂上面 我们都有讲 要怎么样去做 这个业力部分的化解 那现在的话 我只能帮大家先用塔罗牌 先来看一看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 3 of 1 the child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给到你的一些建议 怎么样去化解这段关系 怎么样去完成 这个部分的业力 是从更高维度 去看到这段关系 这一部分的业力 它让你学习到了什么 它希望你从中获得什么 为什么这段业力 从过去一直把你带到了现在 一直存在在你的身体部分 一直存在在你的记忆库里面 它一定是有东西 想要去教会你 一定是有一些东西 是想要正在服务于你的 所以当你去学习 当你去看到了这个 你需要去学习的部分之后 那这个部分它就自然而然就解除了 它就不会再继续的 bother你了 那如果说你觉得你今生 对人际关系 跟父母的关系 跟孩子的关系 跟伴侣之间的关系 有一些纠缠 有一些无法解决的一些卡点的话 我会建议你稍微去看一看这个部分 看一看你有没有什么功课 是需要从之前的那一辈子 就开始去学习的 cleansing 去给自己做一个清洁 做一个疗愈 把一些旧的东西 旧的一些能量 一些老旧的那些誓言 全都是去把它清理掉 去把它释放掉 因为这些东西对你现在来而言 它已经没有用了 所以该是时候去放开 去释放掉了 对 然后还有关于情绪的部分 masculine energy 要去平衡你的男性能量和女性能量 因为我看到很多有一些朋友 有那种淡淡的忧伤 或者甚至到了有一些忧郁的状态 或者抑郁的状态 尤其是那些情绪来 向你扑面而来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去平衡我们的整个情绪体 我们的灵魂体 也就是平衡我们的身心灵 以及我们的精神层面上面的一些平衡 去把尤其是你的情绪 让他能够得到释放 让他能够被看见 让他能够被听见 要去做一些内在的连结的动作 对 去跟你的美 尤其是你的心脏的部分 去倾听他为什么受伤 为什么一直都没有获得疗愈 为什么有很多的悲伤聚集在那个地方 对 那这个是我给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们的一些解读 那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那谢谢你 如果喜欢我的朋友 请帮我按赞 转发 要关注我 Bye Ok 我们来看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看一看你们的前世 想要跟你们说什么 给你们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Seven of Wands The Tower Queen of Cups Page of Coins Temperance and Star Ok 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我首先接收到的一个信息是你们 你们在前世 就是一直都是很奋斗 很努力 很 很 很努力的一个人 就是 可能是为了生存而要奔波 那还有一些人我会看到 一些格斗的场面 一些战争的场面 那 另外的话 我看到一部分的朋友 你们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有一部分人之前 可能是跟 萨满 或者是 巫师 或者是说 炼金术的 有关联 这些能量有关联 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是做 我看一看 是做 草药 会通灵 会一些灵性方面的东西 在前世的时候 你们之前就是为别人做疗愈 但是你们之前做疗愈的方式 伤害到了你们自己 伤害到了你们自己的身体 是通过一些交换 去换来的一些能力 让你们能够去 为别人去做疗愈 对 这个是我看到的一部分的能量 还有一些朋友是跟天使 做链接的 在前世的时候 所以我会觉得 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在今生 你们这个方面 这个部分的能力 还是在的 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发掘一下 或者是你可能已经察觉到了 你拥有这个部分的能力 当然我们每个人 都拥有这个部分的能力 只是 你可能还会有一些记忆 你能够去想起来 把这个能力去运用出来的 这是我看到的部分 对 这是关于前世 我再看一看 我们在前世还有什么样的一个部分 对 还有一些部分在前世的时候 一些朋友在前世的时候 经历过一些 很重大的一些创伤 非常重大 而且是突如其来的创伤 有可能是整个 我会看 我会看到是整个世界 或者是你 你居住的那片地方 当时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 天灾人祸 对 是一个整个机体的部分 不是你个人的一些 突发状况 是一个机体的 是一瞬间的 很快 突如其来的 如果说你今生 我说的这些部分 它一定会影响到 我们现在 如果说你从来就没有做过清理的话 那如果说你这一辈子 你比如说感觉到 你可能会有一些能力 但是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运用出来 或者是你对这些 灵性的东西感兴趣 那也可能是你 之前的一些细胞记忆 它正在提醒你 正在觉醒 那另外的话 如果说 你对某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 或者是你对于未来 会有一种恐惧感 会有一种不知所措 会有一种迷茫感 就是不确定性的话 那可能也是跟这个部分有关联 还有一些 你必须要去战斗 才能够让别人听见你 才能够让别人看见你 这个部分可能也是从那一段时期 来的一些信念和想法 OK 我们再看一看 有什么样的部分 是我们今生是可以去做一些 切割 可以做一些疗愈 去做出一些改变 对你会 你会有一种 对于未来有一种 不确定性 对于未来有一种 犹豫 有一种 忐忑 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 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往哪里走 方向在哪里 我们看看精神 Six of Pentacles 我们要怎么样去化解这个部分 相信 相信 我收到 相信 就是把你全然的交给宇宙 交给源头 它会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样去走下一步 相信它能够给到你 最适合你 对你来讲是最好的部分 运用你的直觉力 运用你的 就是我们的那个 内在的力量 你的 从内而发的那种 我就是知道 我知道 这个就是我想要要的 去把你的内在力量去拿回来 你就能够去化解掉很多 你之前的 潜似的带给你的一些影响 或者是你的家人 你的 尤其是父母 养育者 带给我们的一些 创伤也好 或者是一些业力的部分也好 你能够非常融洽的 去和家人相处 试着放下控制 不要想着去控制 任何 除了你能够控制的事情之外 所有 你不能够控制的事情 那就不属于你的范围内 这个世界上面 除了你自己的事情之外 就是老天爷的事情 还有别人的事情 所以不要尝试着去控制 想要去改变别人也好 或者是说 你去迎接而来的事情 就是朝你走过来的那些事情 向你涌来的那些能量 你想要试着去改变它 就让它过来 你不要去说 我想要好的能量来 我不想要不好的能量来 当然这个是每一个人的第一反应 我不想要去接受那些不好的东西 可是一旦 一旦你做出了这么一个 不想要的动作 那那份抵触它就来了 那一旦这个抵触来了 你就没有办法 你就被那个不好的 所谓不好的能量 给 attach上了 就是你必须要去跟它去做一个抗衡 去做一份斗争 那包括如果你是做灵性疗愈的朋友 就对这个方面感兴趣的朋友也是一样 要去看到你拥有的 你拥有什么 你拥有的这个礼物是什么 要去感恩你所拥有的这些礼物 还有一个我听见赵无主说 不要去跟任何人做比较 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 Fulfillment 你知道怎么样去让你自己感觉到充满 那份感恩 那份满足 让你自己被滋养 让你自己被你自己所爱 被你自己所滋养 去感受那份滋养的感觉 而不是要被 不要被你的 就是比如说你恐惧感来的时候 或者你害怕的事情来的时候 你想要把它推开 可是一旦当你做出这个推开的动作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恐惧也好 这份害怕也好 它反而会越来越强烈 所以宇宙在告诉你 你是 只要把你所有的信心交给宇宙 你就能跨越 去面对你那些阴影 阴暗的部分 阴暗的角落 全都去学着怎么样去接纳他们 怎么样去允许他们 因为他们都是你的一部分 他们也都是宇宙的一部分 他们跟你其实是一样的 所谓的好与坏 只是我们的定义而已 对于宇宙源头来说 没有任何的好和不好 对 就爱你原本 属于你的那个样子 对 那这个就是 我给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们的一些解读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那喜欢我的朋友 请帮我按赞转发 要关注我 谢谢你们 拜拜 OK我们来看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看一看 你们的前世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信息 想要带给你们 The Charot Night of Cups Seven of Cups The Hermit The Hierophant Five of Coins OK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首先我接收到的讯息 是在你们前世的时候 我这样讲好了 你们今生可能会遇见 你们的同学 同伴 玩伴 朋友 是个 跟你们前世是 同修 一起 学习的小伙伴 在之前就是一起学习的小伙伴 那今生你们可能会 发展成为恋人的关系 这是第一个我看到的画面 你们会在一起 学习一起成长 那另外有一些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可能会是一个 会是去 在战场上面打仗的人 我看见 有士兵 看一看还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 你们前世来的 会有一些情绪上的部分 是没有完全的去做一个 释放的 也就是前世的一些情绪会带到今生来 让你们 会觉得 不可能面包跟金钱是能够同时拥有的 这是我听到的一个信息 就不可能 所有的好事情都发生在你身上 这是不可能发生 或者是说 如果拥有什么样的好的事情 就会随之而来 就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这个是从之前就来的一些信息 你看看还有什么样的部分 但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你们的前世非常非常勇敢 非常的勇敢 是很坚强 很很有目标性 会为了自己的目标 为了自己的方向而去努力 可是这个努力到最后 我会看到他的一个部分是 他会觉得不管怎么样 我多努力 都没有办法完成 我想要去完成的那些目标 都没有办法获得我想要获得的部分 或者是都没有办法完全的成就我自己 那其实你们的前世是想要通过这些经历 想要告诉现在的你 回头看一看 你真的已经走过很多 你已经学习很多 成长了很多 去看一看你走过的路 他其实真的是 你是值得为你自己感到骄傲的 对 这个是我看到的 跟前世 前世的一些信息 我们看一看跟你今生 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关联 以及想要给我们今生的一些建议是什么 今生的关联是什么 首先好好地去爱你自己 好好地去看到你自己 不要为了别人 为了他人 为了让别人感到开心 为了让别人感到高兴 而去牺牲你自己 去忘了你自己是谁 有很多的部分是 你可能都不允许你自己 有不开心 有低落 或者是有些负面的情绪 或者是别人不开心 你是不允许自己看到别人不开心 尤其是你爱的人 他们如果正在受苦 你会觉得很不舒服 那其实 这个部分是想要告诉你说 你需要先去好好地自养你自己 所有的 我们的人生就是高低起伏 上上下下都是有的 他并不是说只有在高处的时候 他才是 他才代表好 等到 进入到低谷的时候 他就是不好的状态 并不是这样子 那其实通过这段经历 通过前世的一些部分 想要告诉你的是 好好去滋养你自己 好好去爱护你自己 接纳你自己 去学习怎么和你自己相处 这样子 这样子你才能够去滋养别人 才能够去爱别人 才能够为别人而付出 同时 你还是你自己 你不会失去你自己 去找回你的快乐 去找回属于你的 属于你的开心 而且我会看到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不要太紧绷 这样的时候 什么时候应该放松 去允许你自己放松 允许你自己 轻松 有给自己一点发呆 或者是享受快乐的时候 然后去疗愈你自己 去这个疗愈你自己的部分 是真的就是允许你自己 只要你允许你自己了 你的这个部分就被疗愈到 这个是 对我感觉到很多 要放松的能量 不要一直就是 整个身体都很紧张 你现在在看这期视频 我想请你去感觉一下 你的肩膀 你的脖子 它现在紧不紧张 可能在你 无意识的状态下 他们就是这个周围的肌肉 它都是属于一个很紧绷的状态 所以你要学会去 让自己完全的放松 去 哪怕你只是深呼吸 去感觉那个空气 直接到达你的肚子 到达你的小腹 完完全全的吸进去 再完完全全吐出来的那个感觉 看看前世想要给你们什么样的建议 你 去做一个自己也好 或者是你周围环境也好的大扫除 去把一些成就的能量去做一个清理 去让 就是能够让整个环境带给你支持 带给你很放松很温馨的那种感觉 你可以去点一些蜡烛啊 开一些香薰啊 开一些香薰啊 精油啊 让你完全的就是能够 能够放松 或者去泡一个 泡一个澡 去哪怕去看一本电影 让自己的大脑放空 去滋养你自己 然后你的前世说你是一直都是有 一直都被保护着 一直都有人在背后保护着你 所以你不需要太过多的警觉 过多的紧张松弛下来 你是被保护的 你不需要去为了你自己去 整天就处于一个防御的状态 对 那这个是我给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们的一些解读 那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那喜欢我的朋友请帮我按赞转发 要关注哦 谢谢你们 拜